对待顾客笑脸嬴人 向来是服务餐饮业准则 但日本连锁素食业者 带头打破这个不成文规定 去年找来日本知名广告公司 合作征才广告 和风靡日本有着丧戏风格的 不微笑偶像 阿诺合作MV 大胆挑战企业文化 洗脑旋律加上阿诺面无表情 比手语又谋又帅气 向大众传达强颜欢笑没必要 吸引广大Z世代族群关注 强调在餐饮业工作 就算不擅长微笑 各个职位都能展现本性和专长 今年6月这支MV 更为日本摘下 砍成国际创意节首作金师奖 受到全球瞩目 纸袋上有着可爱手绘笑脸 这是日本素食业者2015年起 启动的微笑零日元服务 勾选菜单就能获得 店员笑脸相迎加涂鸦 但也让员工心很累 如今日本企业不逼员工微笑 广告推出后求职申请 反而首次破10万 网友大赞能做自己真好 无独有偶 英国也推出类似活动 我觉得我会选择这个 快乐儿童餐 招牌微笑符号不见了 孩子能自由选择情绪贴纸 英国调查48%孩童 对于一直保持快乐感到压力 素食业龙头带头翻转 过度微笑的文化 强调由衷的笑容更美 成功引发话题 三迪新闻科亚韩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